吹牛大王历险记 第二章 打猎起狱 那次实验后的一天早晨,我看见窗外不远处有一个池塘,里面正游着许多野鸭,连忙取来火枪并直接跳到楼梯下,想快点去打几只野鸭回来 可是因为心太急,竟没有把握住平衡,重重地撞到了门上,顿时眼冒金星 一想到池塘里的那些野鸭,我就连糖也顾不上,立马端着火枪,对准目标就准备射击 可这时,我懊恼地发现,火枪上用来打火的碎石被刚才那一撞给撞掉了 不过,这懊恼并没有持续多久,几秒钟后我就有了一个办法 于是,立即卸下枪上的萤火盘,迅速瞄准池塘的野鸭 然后,给我的眼角来了重重一拳,眼睛里马上又冒出了许多金星,并点燃了火枪 随即,碰,枪响了,哈哈,这一枪竟然打中了五只野鸭,四只红颈鸭和两三只水鸡 我的脑袋聪明吧,不过,我这儿还有更有趣的事情呢 那次我去打猎,见到湖里有许多野鸭正东一只西一只地游着 我很想把它们都打中,可不巧的是枪堂里只有一发子弹了 不过,这可难不倒我这个聪明的人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猪油,把它系在一根绳子上 并把绳子拉了拉,把它拉长了至少四倍 然后,把系着猪油的那头扔进了湖里 迅速躲进湖边的芦苇丛,等待鸭子来吃猪油 很快,好戏就上眼了 一只鸭子发现了猪油,迅速游了过去,并吞掉了这块滑溜溜的东西 而其他的野鸭也跟着听到了这个动静,连忙从四周游了过来 而这时,那块猪油正滑溜溜地穿过第一只野鸭的肠子 并从屁股里滑了出来,而那只野鸭就被穿在了绳子上 野鸭们可不是什么聪明的东西 他们发现了猪油就立马争强起来 很快,第二只野鸭也被穿到绳子上 接着是第三只,第四只 那些愚蠢的野鸭就这样,全被我捉住了 看到这样的丰收景象,我实在是高兴得不得了 连忙收起绳子,带着我的猎物们往家的方向走去 不过,湖边离家有很长一段路 而这一串沉甸甸的鸭子对我来说也是相当沉重 所以,开始我还是兴高采烈的 可很快,就因为扛在肩上的这些重物,而变得苦不堪言 好在我是一个一直被幸运眷顾的人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从这困境中解脱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简单,是那些野鸭 开始,他们还很安生地待在我的肩上 可不久就活蹦乱跳起来 接着,就变得更加活跃,竟然扇着翅膀飞了起来 就这样,我被这群野鸭带到了空中,还一飞就飞到了九霄云外 我这样聪明的人可不会任人摆布,更何况是一群野鸭 所以,我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操纵着野鸭朝我家的方向飞去 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 顷刻之间,我就到了我家的上空 现在该怎么下去呢? 不过,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题 我迅速扭转了所有鸭子的脑袋 这样,他们就找不到原先的方向 而我就趁机带着他们钻进了我家的烟囱 顺着烟囱掉进了厨房的灶堂里 幸好那时灶堂里没有火,不然我可就惨了 不过,我家的厨子倒是被突然出现的我和一大群野鸭下得不轻 差点魂飞魄散,这是多么滑稽的场面啊 你们看,运气好起来是不是挡也挡不住 不过,我的好运可不止这些呢 有一次,我在树林里发现一头小野猪和一头大野猪正一前一后地走着 于是马上端起猎枪开了一枪 因为太激动了,这枪居然没打中 倒是把那头小野猪给吓跑了 可奇怪的是,那头大野猪竟然没有跑 反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好奇地走近一看 嘿,原来她的眼睛是瞎的 嘴里还叼着半截猪尾巴 看来,她应该是那头小野猪的妈妈 眼睛看不见,就咬着儿子的尾巴 让儿子在前面带路 我那一枪刚好打断了小野猪的尾巴 所以,大野猪就没了方向,驻足不前了 有现成的猎物不解那可不是我的作风 于是,这头大野猪就轻轻松松成了我的囊中之物 接着,不久后的一天,好运又一次降临了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我在林子里又遇到了一头公野猪 不过,这头可比之前的那头大多了 也凶神恶煞的家伙,一看到我就像见到了仇人一样 拼命朝我扑过来 我可不愿意站在原地当靶子 于是,在她还没有靠近之前,就闪到了旁边的大树后面 而那头极红眼睛的公野猪,则因为冲得太快 而一头撞到了大树上 还把她那让人不寒而栗的獠牙 深深地扎进了树干里拔不出来了 哈哈,又是一个现成的猎物 我连忙从附近的村子里借来绳子和推车 把这头暴力的蠢物绑住了带了回去 因为这件事,周边的人都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夸赞之词不绝于耳 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开始羡慕我了 哦,如果这就让你们羡慕不已了 那下面的故事保管让你们惊讶得更加目瞪口呆 那次我也是在林子里打猎 子弹全都用完了,可是毫无所获 就在我觉得非常遗憾和懊恼的时候 不知怎么竟碰上了一头公路 这头路好像知道我没有子弹,不能把它怎么样 所以,就用一种极为神器 甚至有些轻蔑的眼神看着我 我可不能忍受这样明目张胆的挑衅 所以,想也不想,就抓起一把樱桃盒塞进枪堂里 当作子弹朝这个自傲的家伙射了出去 要知道,我的枪法可是一等一的 所以,磕磕樱桃盒都打在了公路的额头上 劈劈啪啪地砸得他晕头转向 可是,樱桃盒的威力还不能让这头公路束手就擒 于是,他在稍稍停顿之后便飞快地逃走了 不知道是一年还是两年后 我再次到这片林子里打猎的时候 竟然又碰到了一头公路 神奇的是,这头鹿的头上 竟然长了一棵结满樱桃的樱桃树 我很快就明白了 这家伙就是之前我遇到的那头公路 而我当年射出去的樱桃盒 竟然在它头上发芽 并长成了一棵樱桃树 哈哈,这次我荷香实弹 绝对没有理由放弃这唾手可得的猎物 于是,一声枪响之后 我不仅拥有了一头公路 还得到了满树的田樱桃 嘿,这算不算一箭双雕呢 不过,更好玩的还在后面呢 有次我遇到了一头鸡长鹿鹿的狼 这家伙一看到我就扑了过来 因为离得太近了 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我只能本能地挥起拳头 用尽全力朝恶狼打过去 这一拳正好打到了恶狼张开的大嘴里 为了不让恶狼咬断我的胳膊 我顾不上那么多 只能拼命地把拳头往里伸 让狼没法闭上嘴 这样,我还能有一线机会自救 像我这样的聪明人 总是能在紧要关头想出一些锦囊妙计的 所以,我很快有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想法 我把手继续往里伸 然后,抓住狼的肠子使劲往外一拉 就像翻衣服袖子似的 把狼的李子翻了出来 当然,经过这样一折腾 狼立刻就倒下死了 后来,我用这头狼的皮 做了一件很暖和的短外套 还时常拿出来穿呢 可是,这样的方法对狗却无效 这点我相当清楚 记得有一次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 我不幸遇到了一条疯狗 这家伙看到我之后就玩命的追 我只好拔腿玩命的逃 没办法 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和一条疯狗打架 那样做太愚蠢了 所以,我就那样拼命的逃啊逃啊 边逃边脱下衣服 并挽成一团朝身后的疯狗扔去 要知道,所有的狗都有个习惯 就是撕咬朝它抛过来的东西 这条疯狗也不例外 对着我丢出去的衣服就是一通乱撕乱咬 而我就趁机飞奔回家躲了起来 等疯狗走了以后 我叫仆人把我的衣服捡回来 洗干净后挂进了衣帽间里 可是第二天一早 惊慌失措的仆人就向我报告了一件怪事 他是这样说的 哦,上帝啊 尊敬的公爵先生 您的外衣疯了 我连忙跑进衣帽间一看 果然如仆人所说 那件被疯狗咬过的衣服 正在疯狂撕扯其他的衣服 并很快就把它们变成了一堆碎步片 看样子 被疯狗咬过的衣服也是会得狂犬病的 所以嘛 大家以后遇见疯狗一定要小心 别让它咬到你 哪怕只是咬到你的衣服 对不起 好 好